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小鹿剑肉 今天咱们又收来一批非常整齐非常漂亮的大货 全部都是带托盘来的 然后咱们楼下这个库房呢 这一天就要堆满它 有一些货都在路上 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然后今天咱们就重点说一下 说过来这几百台科米欧的空气炸锅 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原箱原件 而且都是箱中箱 这一个箱子很大啊 不是那种比较低端的小的那种 有一些就是某主播是吧 卖的那个很小 大家一看就以为是很低 不过那种就是玩具 咱们收的这个是正了八景 查一下其他平台都要三百多三四百 咱们是不到五折就收过来一百多 这个是英国皇室家电地骚者 科米欧大家感兴趣可以搜一下 然后拿出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 这个彩色的 外边只是一个外包装 所以说这个货是非常板正非常整齐 非常漂亮的 这种货一般咱们收过来 基本上是售后无忧的 没有一个坏的这种 大家看一下 盒子侧边是产品三数 产品名称这个叫电烤炉空气炸锅 功率的话是一千两百瓦 容量是五升的 毛重的话是三点八公斤 所以说非常重的一盒啊 而且这个是五升的 就是家用的 盒子上边还有这个提手 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 都没有任何问题 咱们现在拿到办公室 测试一下 炸点东西 给大家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好 现在我已经拆箱了一台 这个科米欧的空气炸锅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可不是所谓的什么贴牌 这个是正八景 长指的话 就是人家广东 科米欧这个电器 什么公司 是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空气炸锅的颜值 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摆在家里面绝对也是非常好看 后边是有这个出风口 而且整体这个颜色的话是奶白色 这个也不是那种看起来比较低端的纯白色 就是显得比较高档 还有这个合格证 大家看一下是2022年12月份 就是去年12月份的产品 这个出厂的时间也不长 是吧 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 这个也不能算库存尾护 其他平台仿上三四百 咱们是不到五折 一百多收过来 这个肯定也算是非常简陆 然后上边是一些这个 各个食材 然后需要的时间 是吧 薯条 还有烤鸡什么的 然后底下是直接可以抽出来 里面就可以放一些需要炸的食物 然后它是带这种过滤酱的 就是咱们炸一些食物的话 这个油直接可以过滤到底下 然后整个内胆的话是食品级 不粘涂层 这样的话清洗起来就是比较方便 使用完这个空气炸锅以后 一冲一刷就能把这个油污啊残渣什么的 就直接清理干净 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素货 就是视频拍摆这个效果不明显啊 看到食物大家肯定会惊艳 然后咱们拿这个烧饼啊 直接放到这个锅里面 这个烧饼是昨天买的 现在有点不酥了 而且有点凉 大家看一下 咱们现在直接用这个空气炸锅 炸一下这个烧饼 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个烧饼本身就是熟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 咱们就设置个三分钟 是吧 三四分钟就可以 然后有指示灯 亮起来就是正在工作 这个声音是非常小的啊 超级静音 工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嗖音的 好 现在已经炸好了 然后这个指示灯也灭掉了 这个炸的过程 咱们就不拍了 避免这个拍视频 这个时间过长 上传费劲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拿出来 有点烫啊 这个 确实很烫 就用了两分钟 所以说这个升温速度是非常快 我先拿出来放到一边 大家看一下啊 太烫了 炸的是非常酥 刚才咱们拍视频 炸的那个烧饼 大家可能看出来不明显啊 然后咱们用这个鸡米花 还有这个薯膏试一下 因为那个烧饼本身就是熟的 然后颜色就是发黄了 咱们现在炸一些生的东西 然后直接把它干熟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升温速度是非常快 然后 整个机器工作起来呢 也是非常静音 咱们薯条是15到22分钟 咱们直接设置15分钟 然后静静的等待一下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就是噪音是非常非常小 大家可以任意对比 市面上就是一般的空气炸锅 那个声音是非常大的 嗡嗡的 咱们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 现在差不多炸了有五分钟左右了 然后这个科米油空气炸锅呢 可以中途看一下这个炸的这个程度 然后直接拉出来 它就会停止工作 都是自动的啊 然后这个是360度什么循环 然后也不用翻面 它就直接炸的比较均匀 直接再塞进去的话 它就又开始工作 就是非常方便 随时可以抽出来 看看炸成什么样了 而且操作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你只需要调好时间就行 好 咱们炸的这个薯条 还有金米花差不多就好了 大家听到了吧 这个声音就是叮一声 这就表示已经炸好了 然后咱们客服啊 不止一次说这个声音真小 因为他说他家里面 也有一个空气炸锅 那个声音就嗡嗡的比较大 大家看一下炸的这个效果 能听到里面呲啦呲啦的声音吗 我比较纳闷一点啊 这里面不放油 它怎么能形成这种油炸的这种效果呢 想不明白 它里面也有很多油啊 但是咱没有放油 咱们直接把这个东西倒进去了 一点油也没放 给大家拿一个薯条看一下 把这个掰开 掰开看一下里面 已经熟了啊 看 这肯定是外租里嫩 再看看金米花 把这鸡米花掰开 那金米花都熟了 那薯条肯定就熟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就跟咱们平时去什么肯德基啊 麦当劳 那个一样 这个塞加直接就可以做了 孩子肯定是愿意吃 如果再配上那个番茄酱 还真是咱们忘了拿点番茄酱是吧 配点番茄酱就完美了 好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咱们一百多收了这个科米欧 空气炸锅 怎么样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一下离小路简咒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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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